到了現在這一刻 我差點忘記了 撤新聞先說 我們現在這兩個 其實我收了一些食物的版 很久了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吉列天婦羅蝦 還有薯條 我不覺得它特別便宜 甚至有點貴 它也是這樣求我 求我 你先試吧 有什麼特別呢 這隻吉列 吉列 阿力 拿給我 兩兩都拿給我 吉列蝦 還有這包薯條 都有些特別的 薯條有什麼特別呢 不知道 薯條其實是說你們合不合不合就自己吃了 這個首先就是薯條 寫著 是業務用的 都不買 但是我這麼大包賣800元 如果買的話貴不貴 日本薯條 現在日本也沒有薯條 應該800元 我不知道 我不懂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這個五隻 吉列蝦 有什麼特別呢 蝦 你吃了才說 五隻 而且 大家看看 也是業務用的 其實在街上不能賣的 是給人家高級的 日本天婦羅店用來用的 或者居首屋 又是說一句 你們吃了才算 好了 好了 說多無謂 說一件事 我啤梨就不用說了 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跟我廢話 這麼簡單的事 讓鄭 表演一下 我們做炸物的技術 嘩 它有很久熱的那些人 對呀 你不早響 好了 首先你先來 我們這個螢幕 首先我剛才叫阿正 買一瓶油回來 我說適量的 你去買了這麼大瓶油 當然啦 不要欺負 你了 油要多 要大 但是不用 其實半煎爛可以 現在我們先先開爐 先開爐 好了 要燒多久呢 要燒到熱才下油 還是為甚麼你習慣 你現在下吧 現在下 先開爐 不用怕 這是新油 嗯 不是地溝油 當然不會啦 這支是甚麼牌子 我未能見過 萬歲 萬歲是粟米油嗎 不炸薯條 不炸薯條 我們先吃吧 炸了也吃不完 不過那隻薯條是很好吃的 他又是很有信心 我們炸的東西首先要甚麼呢 多油 嗯 好了 先拿開 夠了嗎 這些油 夠了嗎 油要多 其實呢 很多時候呢 我聽別人說 我不是做廚房 其實呢 我們經常說煎麥煎麥呢 別人的酒家根本都不是煎的 是炸的 即是放進油鍋裡炸的 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有甚麼特別 他說呢 他千叮萬燭跟我們說 他們說要不要解凍呀 他說不用呀 直接 中火 不用解凍 不用解凍 他說 這些油 全部彈上來 不肯會 直接中火 放進去炸 昨天我更嚴重 昨天我家裡 買了東西回來 即是吃蒸窩 擺好架布 發覺那個蒸窩呢 我的德國寶用了幾次 1688 這麼快呀 說我經常說我加水 但我加了水 即是在那個detect那裡 可能不知道做甚麼事 我先問一下 好了 你放些甚麼 那些粉 是呀 OK 他得到那些 他就會浮上來 OK 我們看到油慢慢凝聚 油是很壞的 你看上去不是很熱 但其實可能是很熱的 我們想像吳光那樣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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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是假油來的 假油 還有一些炭 是 即是不知有些類似的東西 如果不是就沒可能 說真的說笑呀 阿鴻光是 有人砍爆了 是呀 有層醋 之類的 是有做事的 是醋 如果不是 你有沒有在 很簡單 但很大隻 那隻蝦似乎 很大隻 我看看是粉大還是甚麼 我昨天呢 在大埔街市 買了花蘿 平時的花蘿擺了2元 擺了2、3元 昨天整個街市都是擺了2、2、3元 零碎擺了2、2、3元 我就跟他買蝦 因為經常有那隻蝦 然後我看到 買了開 就說為何你這麼貴 他說是野生的 吹了水 我說好了 給我100元 我吃幾顆 原來真的很好吃 野生蝦嗎 不是呀 花蘿 即是他沒有找蝦似 整個街市都擺了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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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元 我也怕他會找蝦似的 一分錢一分貨 如果他不找蝦似 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OK 阿東我覺得應該再重一級用那隻花蘿 他應該去哪隻 我猜他還沒去 他說而已 但他那隻不夠 我昨天吃那隻好吃 差不多 味道就好 不夠呀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有些氣泡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怎麼辦 要不要用中火 縮小一點 下了先 下了一點 好 等下 慢慢下 有些實力的聲音 沒有實力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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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 OK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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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遲些會再買一部相機 就很快了 就會弄短鏡頭來看 嘩好靚靚呀 剛剛好炸五隻 鑊剛剛好 六隻都炸不到 馬上拿出那些垃圾丟掉 先讓他吃 說得很方便 不用解凍我一下也很方便 不過正常的東西都會解凍你 不過他 不是 他真的千精萬足我說 他沒有用 不知道 那麼方便 因為吃下去便知道 擦乾淨的地方先 好了 縮小一點火 我們 接著用中火 慢慢炸 炸的過程裏面 唯有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繼續讀 這一節的最後兩段新聞 第一就是 大陸轉載台慶最後五強名單 竟然 沒有了李佳心和森美 李佳心 就是有智能愛人入面 飾演這個 機械人叫阿寶 其實你也不用這麼說 有什麼東西這麼神奇 這就是 這兩個人的意見跟你們不同 老實說 上有好者下必甚然 你搞到現在的文化交流活動 我這幾年都沒有賣了 沒有大陸拍攝參與 你搞什麼呢 其實 其實真的 唉 另外這件事比這件事好笑 大陸媒體 近日分享了一宗 情節特別強姦案 OK 原來 是這樣的 有一個姓朱的大學生 21歲 OK 他就去光顧48歲 賣淫的 姓牛的 服務 姓服務 我打氣 做雞的牛女士 然後強硬繼續跟他打 文章就說 牛某和 跟著 打完東西之後 牛女士當然不拒絕了 就去報警 他說 報警之後 公安就說 你這個學生 用金錢換交換取性行為的機會 現在牛女士 你為50元出賣身體 兩外的行為 都是屬於賣淫 和嫖娼 根據治安處 罰法第66條規定 罰5000元和行政拘留 所以這個姓朱的學生 就想著 屌你老母在 你夠膽抱串 罰5000元 但是你會牛的那隻雞 被你打完 就當然要報串 他的案情就說 原來 他們拒絕 牛女士就說 一般人5分鐘就搞定 你這個人有搞錯 拒絕這麼久 這麼久都出不了 5分鐘就搞定 成20分鐘 現在呢 當地的 警察就說 頭 頭5分鐘 就是你們自願的行為 是不是要翻炸的 他沒有說 金黃就可以了 但是後來拒絕之後 你繼續去 做的強姦 就是強姦 所以這個罰款以外 強姦 和嘔打 兩條控罪 最低就將會被判處4至5年 好嗎 可以了嗎 這件事老實說 你說 你說5分鐘是太快的 這個姓牛的 蝦那個人是學生哥 說真的 不是就是 但是學生哥是不是要打人呢 這個又是後話了 大哥出了火 你還要加錢 不是 我儲了多久 零錢才叫 不是 看樣子就很漂亮了 聞到一些香味 是啊 真的有蝦香味 為什麼我們吃到 是不是要放一張紙蓋上去吸油 當然最好 放一張廚房紙蓋上去 廚房紙蓋上去 用八八九九 聞到味道又很香 待會再翻炸它 怎樣翻炸的意思 請拿出來 炭就再炸 為什麼要翻炸呢 迫油出來 那要不要換油 這個油還可以 這個油還可以 大過一點 不過它 它最壞呢 它呢 嗯 它這個 不是那麼平均 中間不濕 但是很大隻 好了我們看到阿禎 將東西放在一邊 我們要鏡頭拍刀 好了 What to do next 接著我們做什麼呢 怎樣再翻炸呢 就用這個油 拌一拌它 嗯 要拌多久呢 很快 看看以前你會不會心急 好的 你一心急 我講時人都要你玩 那不是呀 如果你心急就不翻炸了 也不是很厲害 翻炸 翻炸的道理是什麼 迫油出來 你吃下去 第一 裡面進了很多油 是 那就是 分些油出來 它就脆一點 嗯 不會太拌 但是油煮著就可以了 如果平時有些可以撈起碎 我們不撈啦 都沒有那些工具 如果有油鍋 大油鍋 人家真的差很遠 需不需要大火一點呢 翻炸 嗯 我立即是道理我們做會議的 收一收汁 嗯 意思是 嘩 但是真的好像很冷靜 看這個款式 嘩 已經聽到一些聲音了 很冷靜 所以當鏡頭拍著這裡 就方便很多 哦 大火再迫它 現在它就更脆一點 嗯 你看聽到聲音 割一割 好像 對 它那樣 嘩 好漂亮 吃到做Omigran都可以 這些真是 嗯 這隻呢 當然我們先吃了 我們在這裏做的 當然可能會賣 但是看看好不好吃 試試看好不好吃 因為198 如果不用解凍就很方便 喂 如果你說198算不算貴 如果好吃的話 又不算貴 這麼大隻 我真的不懂的 真的成40元一隻蝦 但是我出街吃個新人 如果以前我餐廳吃一隻大蝦 我不管你吉列 又好天婦羅 又好天婦羅 又好 我真是新 一隻蝦都356元 好 好 好 先吃完火 看看這裡攤一攤 放在哪邊 放在桌子上 放在桌子上 其實需要用筷子吃嗎 看 不然拿著手 油膩 好了 要隔多久才能吃呢 現在我們可以吃了 是否可以吃了 你怕不怕辣嘴 我當然不怕 吃了當然要辣嘴 各位 等我來 我們今天有6個人 只有5隻 5隻 你不吃 這樣就好些 阿力自己 自己拿著 叫你老母 好 各位 很大隻 但是好不好吃 這是重點 我不會放些甚麼 嘩 咬下去很脆 我已經聽到你的聲音 已經咬下去脆 嘩 外脆內Juicy 好喝醬喔 好喝醬喔 不用放東西 你先試一下吧 好喝醬喔 嗯 嗯 我嫌他裡面的蝦 不是太夠鹹 但是他是特意的 應該給你放東西 好吃 好吃好吃 你們拿來吃吃我們的 阿水王試一下 叫他給他們 如果裡面的蝦 多一點味道會好一點 是 但質感是很好吃的 嗯 外脆 好喝醬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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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喝醬喔 這個開派對 如果這樣就不用解凍了 如果這樣就看下去 嗯 應該不用 解凍會不會再好一點呢 你用的經驗 還是都不用 不用 因為我日本人千丁萬宿 叫我不用解凍 嗯 嗯 還有呢 其實這個皮很薄的 這個醬布拉 嗯 不是厚 不是厚 行呀 好想怎樣 果然日本人千丁萬用這一招 你先吃它吧 嗯 你怎樣啊 怎樣啊 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過幾兩月 我沒空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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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喜歡吃這些炸的食物 都覺得很冷靜 水王 還有很冷靜 很冷靜 嗯 可以不可以 嘉賓室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大聲一點 可以 OK 但多一點味道好一點 對呀 如果客人多一點味道如何呢 在裡面的蝦 還是點東西呢 點東西 粉多一點味道 點東西不夠 不是呀 粉夠味道 我覺得是蝦裡面 對呀 不夠味道 我也想這樣說 對呀 不夠味道 那怎樣 怎樣 如果 所以怎樣 但它又不是說不 OK的 可能 但不夠濃味 對呀 我們來說 剛剛聽到咬的 對呀 對呀 很冷靜 好冷靜 你會理會 在哪裡買餃子 點蛋黃醬 正 蛋黃醬 但怎麼令它裡面有味道呢 裡面有味道 不是呀 它是預理點生辣醬的 它應該是預理點生辣醬的 你咬完之後 也會再點的 對呀 OK 好冷靜 很好吃 怎麼樣? 結了一條 一塊吃這麼多 反正都是炸的 炸的 是的 炸一點不要炸 炸一點 你們在我拍照 我們炸完就吃 很ύEST 這個蝦 我真的不是很吃炸的東西 這個蝦蝦是很酸的 還有這隻蝦也是新鮮 挖牌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來貨 這個要賣到$198 這是利向無備中取 沒辦法 其实我卖这些真的浪费 如果你们知道是来价 但是也没办法 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尤其是有小朋友在家里 我不吃炸东西 都觉得它好吃 我们已经拼了 旁边有炸薯 业务用的虾果然不同 有网友问 啤梨有没有网店 是有的 但是东西不是很齐 但是齐也没用 因为其实你在网上订了之后 我们暂时都是上来拿 既然你是上来拿 那为什么不上来买呢 是这样的道理 但是迟些会不会考虑到 或者我们会加在网站上 做出送货服务 某一部分 但是我们的送货服务 一定是送封道府的 我们不会帮你包东西 我们不会帮你这么麻烦 拿去寄 也无论争论 运费多少 你们如果说你订了一些东西 是可以送货的 我们当然会送给你 但是暂时我不是黄维基 譬如说这些凍的用品 说玻璃瓶的东西是不帮你送的 OK 好了 稍后等下 看看会不会可以做好一点的网站 但是暂时大家可以上来 旺角也很方便的 记住 新田地阶 不过是近太子那一段 在拔街那里 你问人家拔街 其实应该是太子司出口 或者以前海星、丽星气院附近 拔街那一段 就不要走到去 那里下车就会走死你了 是 他们说很冷静 这些薯条 不要说那么多 我们先试试 这个我们买得便宜的 我们买88元的 但是它是好吃的 很好吃的 我绝对认为它比街上好吃的 刚刚会炸 好吃 不过这个是未必卖的 这么普通的东西 你怎么乱了大龙 总而言之 最后法官检查相关的讯息 原来李生 李生曾经有跟林太太道歉 他说我觉得真的对你不住 令你这么痛苦 因为我老婆 和你老公这样私人做 这个不是你老公的错 是我的错 咦 就变了李生想追求林太太 你也是老婆 但是最后我真的 好得混乱了 我都说不了 最后法官就认为 林生和李太太一开始是肉体关系 但后来产生感情 而 李太太已经知道 林生的老婆是林太太 所以仍然和林生多次 啪啪啪